好 OK好來 那個等一下 因為剛才我 我以前的老師教授劉文雄 劉教授 他上課普通 然後做人很機車 但是他有些評價非常好 例如說他自己 他說我不用放射線物質做實驗 我就不讓學生做 你要讓學生做 你自己就要敢做 所以這個我是學我一個老師的 像剛才這地方 等一下我向你拿起來對不對 然後這樣子 這錯誤師版來特寫一下 因為我大概知道我常碰這種殺菌糊 你看我手指碰到對不對 大概都 破下去一定會受傷 但是他還不至於燙到那個程度 所以等一下的話 OK 你讓他你小心這樣拿起來 放到這邊去 好 那另外一個補充一個點 像這是正極碗 我不會讓你們做 因為做的話我會有法律疑問 我們有四個人在做 我們四個都去體驗 好 那我那時候拿到正極碗 第一件事情這樣子 拍我這一段 因為這一段要上傳 這是正極碗 拍一下 我就這樣子做 這東西它是有神經毒 但是它短時間的不會怎麼樣 你們每天 我也是勤摩車上學的 就是我當研究生 我勤摩車上學的時候 我們每天去才有飛機師一級自來物 這個還不一定 但是他長期是 如果今天江老師看到正極碗 學生不敢做實驗 所以我第一個做 他們就知道這個沒那麼堵 OK吧 所以我會帶頭做的時候 正極碗 但是這個是錯誤示範 因為 但是事實上我們吸了非常的多 像我們是大豆沙拉油 對不對 很多都是經過處理之後 用正極碗去萃取 因為它的肺點65還是68度 很容易就移除掉 好OK囉 再次喔 我剛好趁機說明一下 就是說 以後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耳聞有一些教授 有些事情就交給學生去做 是他自己都不做 是他怕那個東西 就像劉教授講的 你自己不做 你就不要叫學生做 我自己敢摩的時候 其實沒那麼嚴重 但是這東西打扮一定會燙傷 只是不用送因為很短暫 等一下 剛才那個手套帶起來 我再去找工作手套 小心的把它摳起來 這樣摳起來 然後放到這邊去 像上次我們兩個夥伴一樣 把它丟進去 OK嗎 好